一对准夫妻搬进一幢五层公寓 主角一家住在302 虽然蔡奈比丈夫手肿大了整整15岁 但两人却非常恩爱 搬家忙过一天想买东西 都不知道便利店在哪 好在同公寓的小河愿意指路 公寓管理人气冲冲敲门 你们搬家也不和我打招呼 没经过主人同意就擅自进屋挑毛病 天花板有两处恶心污渍 书架不稳要固定好 这一顿折腾让蔡奈很不爽 我们自己买的房没必要检查这么仔细吧 临走时送了每户都有的名牌 女主一探对面没挂便拿了下来 完事后拜访了同层住户并交女小伟 等会儿要开住户大会 每家都要派代表参加 一位姐姐正好带着小朋友回家 两人赶紧上前自我介绍 中岛市民幼师住在一楼 只是送小偷回家 由于不在一个楼层也就没送礼物 五楼的左也刚好路过 告诉他们303没人住 行程结束感觉公寓里都是怪人 两人都是推理爱好者 丈夫发问 刚才碰到的人中你觉得哪一位最奇怪 蔡奈觉得是最后一位左也 因为她带了很大的背包 有电梯不走 偏偏走楼梯 万里晴空却穿了雨鞋 然后就到了开住户大会的时间 两口子猜拳让妻子出席 大会上认识的邻居 就不在这里一一介绍了 后续会进行说明 早苗太太负责主持 主要为了决定清扫大楼垃圾人选 如果有人感兴趣可以报名 大家都不愿意 只能通过投票让位出席的幕下当选 听说此人喜欢偷翻别人垃圾 安排好工作后 为了促进住户交流 还要玩游戏 负责买零食的小和 找蔡奈募捐 蔡奈身上没带现金 便借了一千日元 同时发现 小和身上缠着绷带 五楼梅里记忆力超强 任何话语 只要说一遍 就能过目不忘 管理员聊到一个话题 每个人都有讨厌到 想杀掉的人吧 反正是个游戏 大家全都各数几件 总之不管大事小事 全有想要杀的人 蔡奈突然开口说 警察会先从受害者 认识的人调查 确认他们是否有杀人动机 所以不管动机多小 都可能被抓 反过来说 凶手是陌生人的话 那么被调查的代率就很低 藤井觉得可以互相替对方杀人 不仅和被害人不认识 也没有杀人动机 接下来游戏正式开始 大家轮流写下 最想杀的人是谁 不参加肯定遭人说闲话 一开始 大家可能觉得游戏有点扯淡 但只要有一个人动笔 其他人就会跟随 女主也不例外 之后放到盒子里打完再抽签 蔡奈抽到一个三角纸条 这两纸条应该是公书的 回到家后 首种拿出结婚申请书 向蔡奈求婚 但蔡奈还是有年龄顾虑 毕竟随着时间推移 年龄差距并不会减少 我们都会继续成长 价值观想法也会改变 首种完全不在意 中途遇到早苗太太 帮忙指路 后面还跟着个眼镜男 幕下看到公告 自己要清扫大楼很不爽 二楼的西村没参加会议不清楚 小空在玩球时 看到管理员房间好像有动静 爱丽和阿世让他赶紧回家 回去时在走廊看到翻倒的轮椅 之后又遇到一群外国人 接着又看到早苗夫妇在练到车入库 由于实在太笨 被骂得不轻 旁边还有一个玩具狗 晚上首种在床底发现一串 很像管理员的钥匙 去送钥匙人还没在 给他打电话铃声 却从自家阳台传出来 拉开窗帘一看 竟然倒挂悬空 警方通过调查 没有发现打斗痕迹 有个细节需要提及一下 首种去找管理员的时候 旁边有个女性用的头花 菜奈眉把和住户玩游戏的时候 告诉首种 早苗太太前来慰问 毕竟第一天搬家遇到这种事 谁都不舒服 听外面警察说可能是自杀 写着管理员名字的小纸条被人拿走 藤井是位形象不太好的单身狗医生 对着护士小姐浮想连篇 胖瘦警察在管理员家找到脑流诊断书 于是认定他是自杀 目睹管理员挣扎坠楼的首种 却怀疑凶手是隔壁小伟 因为他是唯一怪了管理员门牌的人 也许他们有恋爱关系 又或许有一些感情纠纷 菜奈保留意见 小伟正在打电话教训外卖 然后就被叫去讨论管理员的事 比如要不要送花圈之类的东西 就因为这点小事 藤井差点和公叔吵起来 打工妹不熟悉日语 以为他们在开玩笑 随后拿出写着管理员名字的纸条 打工妹并没有意识到这有多可怕 公叔认为这也许是个玩笑或巧合 藤井抢过纸条 刚要销毁就遭大家怀疑 气得直接说出 最想杀的人是大学同学网红医生 既然我已经向各位坦白 其他人也应该交代 否则你们嫌疑更大 如果真有人写了这张纸条 就代表凶犯还在我们之中 大家要遵守游戏规则 别人听你杀人 你也应该还礼才对 这番话让众人彻底炸过 没人愿意遵守所谓的游戏规则去杀人 眼看讨论越来越激烈 公叔一把将纸条吃掉 梅里告诉蔡奈 公叔为人耿直 得罪了银行很多人 只能提早退休 这次他手腕又缠了新绷带 此时首种报告管理员房间窗户破碎 里面有人在翻找东西 众人凑过去一看 竟是扫描警察丈夫甲本 刚才经过窗户就已破碎 所以才去看了一眼 那个头花还在原地 木下则在一旁猥琐偷听 甲本回到家抱怨 可能遭到住户怀疑 让太太找案发时的吃饭收据 这样就有了不在场证明 毕竟人心险恶不得不防 管理员葬礼后恢复了往日平静 虽然事件令人悲伤 但还是要平平淡淡度过每一天 502的婆婆 一直看不起学历不高的儿媳美理 不过在外人看来 一家人非常和睦 并娇媚小伟故意假装偶遇手种 手种看她也带头花 想起管理员房间内躲 小伟以为被夸奖 奉上亲手制作的威化饼作为礼物 转天菜奈出门 碰到早苗太太在练车 经过这么多天还是学不会 菜奈一边指导一边安慰 之前车上的玩具狗不见了踪影 手种工作的健身房 来了位喜欢推理的新学院 而那位新学院 就是之前跟踪过准妻子的神秘人 两口子去超市买东西 巧于打工妹 藤井和一楼老鱼也在里面喝酒吃饭 电视上又开始播放网红医生节目 藤井立刻让打工妹换台 原来学生时代她喜欢的女生 被网红医生抢走 得手后却玩弄人家女孩 所以我必须将她折磨致死 此时新闻播报网红医生惨遭分尸 头颅至今下落不明 藤井瞬间傻眼 只是随口说说竟然真死了 其他三人走后独自喝嫩酒 打工妹提醒她游戏规则 实际上藤井根本没感量替别人杀人 回到家拿出自己抽的纸条 上面写着田中正雄 门铃突然想起外面却空无一人 走廊文件家提醒她遵守规则 查看监控只有模糊身影 很快又收到多封信件 里面全是网红医生遇害简报 几天下来变得愈发不安 又在自家洗衣机发现网红医生脑袋 即管理员之后 藤井想杀的人刚好死亡 这就意味着交换杀人游戏正式开始 监控里拍下的画面很像木下 而遵守规则的文件又或许是提醒住户将垃圾分类 因为他当时并没有参加那场游戏 更不可能拿到纸条 藤井逃跑时看到五楼左野搬着大箱子 接着在于小伟 小伟开玩笑的说 网红医生的头不会在你家吧 再次回家却发现什么都没有 地上只有一张写着网红医生名字的纸条 次日扔垃圾旁边有很多杂志 全是网红医生被杀的新闻 木下突然从背后出现 吓得魂飞破散 之后公寓住户越来越奇怪 住一楼的老鱼 喜欢坐电梯 住二楼的艾里 看小空老妈相承就来气 美里婆婆更牛逼 一边在外人面前夸媳妇好 一边故意将自己摔倒 伪装成而洗过湿 这顿操作让美里满脸怨恨 大家都在议论 藤井杀了网红医生 蔡奈觉得不可能 当时她表情就像完全不知情一样 104的孩子最近没来上课 中导老师问他俩原因 姐姐说是感冒 而弟弟说是自己老妈不让我们来 住户们又开了一次临时会议 早苗提起藤井收到恐吓信仪式 其中教唆两个字的法律含义 大家不是很清楚 蔡奈开始科普 诱导教唆别人杀人等同于凶手 换句话说 参加游戏的每个人都是教唆犯 虽然看起来荒谬 但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 福田认为 没参加今天会议的人都有嫌疑 比如打工妹 女主播湘成还有小和 等小和回家眼睛再次受伤 蔡奈还是不想让老公知道 交换杀人的事 刚要说谎就被拆穿 因为她每次说谎都会双手交叉 手种故意骗妻子说她撒谎时会咬嘴唇 蔡奈看一眼就知道老公瞎编的 因为手种撒谎也有习惯动作 倒霉蛋藤井挨家挨户敲门 想从笔记上查出是谁给自己写的恐吓信 然而大部分人都不愿意理她 为了结束闹剧公输在楼道装了很多监控 婆婆这边又开始搞事 故意让儿媳给自己炸肉饼 之后再和儿子说医生不让吃油炸食物 随后不分青红皂白一顿狂喷 美里接近崩溃 小伟越来越关注手种 非要送她一包亲手做的爆米花 藤井收到威胁视频 有人录下她在会场要杀死网红医生的录音 藤井超级无奈 我特么都不知道要杀个人在哪 说起来也是巧 正好一位叫田中正雄的来看病 一看竟是打工妹餐馆老板 当晚藤井就埋伏在餐馆附近 看到老板对打工妹动手动脚 威胁不听话 就去检举住在她家里非法滞留的朋友 回到家从朋友那里得知 刚才藤井来过 打工妹遇敢不妙 立刻打电话给老板 让她赶紧回家 これでお友達も安泰やし 何言ってんのよ 公寓住户慢慢意识到杀人案都和游戏有关 蔡奈整理了一份记录 假设管理员是被抽到纸条的人所杀 那么写下管理员名字的人就是下个要动手的人 之前藤井说这是游戏规则 虽然她只想过过嘴瘾 但网红医生死的时候确实受到过威胁 虽然不知道第一个和第二个杀人的是谁 但我们知道第三个藤井杀了餐馆老板 随后打工妹就受到了威胁 就是说这条规则真实存在 并且后面的厮杀会更惨烈 打工妹确实写了老板名字 没想到真会被杀 报警又行不通 这里还住着好几位非法滞留的朋友 而打工妹纸条上写的名字 大家都认识 蔡奈又想到一件事 提到的人如果不住在这里 很可能已被干掉 后面的老鱼露出诡异笑容 手种经过一段相处 和戏男成为交心朋友 此人抱负心极强一点不吃亏 502这家人依然维持着表面和睦 有熟人经过就装作关系很好的样子 等人一走继续勾心斗角 晚上中倒 想请小空吃饭 吓了孩子把腿就跑 胖瘦警官来公寓调查餐馆爆炸事件 藤井号称老板来我们医院看病 说过煤气有问题 回去时看到刑警甲本 胖瘦不想跟他扯上关系绕道而行 到达另一个出口 又看到二楼的西村 会议变得越来越频繁 老鱼直接问腾井餐馆爆炸案是不是你干的 腾井望向菜奈 我可没有杀人动机 没动机就不会有人怀疑我了吧 这句话让梅里想到了什么 公叔不知为何没来参加 小伟吐槽 公叔装那么多监控别有用心 杨子继续说 你们不觉得他很像杀人犯吗 也许装监视器是为了监视警察 自从公叔看过监控后成了宅男 受警官得知腾井和网红医生是同学 三起杀人案都和公民相关 杨子没有想杀的人就写了自己名字 同时希望大家能坦诚相对 提议所有人把自己写的名字说出来 这样大家都会好受点 木下突然出现 他没有参加游戏 为了防止泄密众人提早散会 杨子不死心 继续追问蔡奈写了谁的名字 福田直接承认抽到五楼老太太 写老太太名字的肯定就是梅里 我跟他说话 他从不回答 小河抽到治田信长 杨子抽到吉村 蔡奈则抽到了个姓甲的 杨子回家时 董觉得身后有人 进屋后望向猫眼看到中道 眨眼间又消失不见 小伟各种蹲点手肿 这次送了一个自制便当合 手肿一脸问号 这个举动让小伟瞬间变脸 把交换杀人的事说了出来 顺便挑拨一下夫妻关系 手肿一边发呆一边琢磨 为什么妻子没告诉我呢 然后把这事和信蓝说了一遍 蔡奈是个服装设计师 工作中突然想起福田说过的话 便打算拜访下502 进屋后动了两套运动服 给美丽和老太太 四楼的姜腾也在这里 看起来和老太太关系很好 打工妹要参加餐馆老板葬礼 但她怎么都不会读哀悼的句子 沐夏很热心地教她 不过沐夏确实爱翻垃圾 还认认真真拍照记录 在打工妹垃圾袋里 翻到丧葬用品包装袋 而在小和垃圾袋里 也有同样的东西 蔡奈来到公司和同事确认工作 同事说你老公也在 晚上二楼的艾里和阿世 全副武装出门 打工妹大概知道 是谁威胁了自己 502一家如往常一样吃晚饭 没理关灯后端着蛋糕走了出来 原来今天是她的生日 独自唱完生日歌 吹灭了蜡烛 就在这时有人打开音箱 播放起了伤心朱立叶 警察赶来后 对案发现场几人展开问询 小伟只关心手种 幕下一如既往在思考着什么 回到家手种提议不如我们搬家 可蔡奈非常担心 自己写的那些人会发生什么事 搬走后就无法展开调查 于是把搬家作为最后选项 回到房间被着丈夫展开推理 警方推断502夫妇 是被一把8到15厘米的刀所杀 老太太疯疯癫癫不回答任何问题 事件当晚201的三位住户下落不明 还有打工妹和西村 以及小伟和左野 另外房间还发现了不属于被害者的指纹 分别是蔡奈 艾黎小和 外国人和江藤 其中艾黎在房间留下的指纹 又没有不在场证明 不过受警官最怀疑的对象还是藤景 因为他和网红医生是同学 又是尸体第一发现者 甲本最近要升职 曾打压过受警官 让他谨慎调查 不想节外升职 左野扔垃圾 顺便抽根烟 被刚来的幕下禁止 打开垃圾袋 里面全是带写的毛巾 蔡奈打算把游戏的事告诉警察尽快破案 因为当晚发现蛋糕上的名牌过于简单 通常过生日都会协助某某人快乐吧 就像凶手故意暗示大家要遵守规则一样 杨子表示认同 但又害怕承担教唆杀人罪 小伟嘲讽杨子 你更担心会不会成为共犯吧 有一瞬间我还以为凶手就是你呢 正说着好久不见的公叔现身 公叔认为我们不会被捕 但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被当成嫌犯 换句话说没必要报警 藤井也这样认为 一旦被记者报道 我们公寓就会变成凶宅房价大爹 杨子看小伟如此淡定 也开始怀疑他是凶手 然后大家就开始互相怀疑 期间打工妹和藤井有眼神交流 小伟吵架获胜后表示 我在这里住了好几年 知道大家不是凶手 但新来的就不敢保证了 公叔身表歉意不再使用监控 目下好奇心旺盛 偷看302信箱被刚回家的手中打断 蔡奈坚持要报警 坦白说自己因为特别讨厌的人才写下纸条 但一想到他可能被杀让我感到很害怕 老于觉得应该获得每一个人的同意 最后大家进行举手表决 不过只有蔡奈小和 以及早苗太太愿意举手 三会后 湘城在中岛门前骂街 原来中岛趁湘城工作带走了儿子小空 不仅如此还给小空起了新名字 手中去会议室找妻子 正好看见曾经写的杀人公寓四个大字 西村告诉手中 今天不是居民正式开会的日子 听着他甩钥匙的声音 想起在管理员房间门口也听到过 福田把三位举过手的女人带到车上 坦白自己写的是美里名字 实在没想到 连他丈夫也跟着遇害 之所以写美里的名字 是因为养女艾黎看过她被老太太训斥 好心安慰 却把刚才受的气撒到艾黎身上 尽管非常讨厌那个女人 但我并不想让她死 需要三位能帮忙找出凶手 然而警方已将她家和打工妹 列为重要嫌犯 福田曾因欺诈多次被捕 能言善道说谎不眨眼 蔡奈来打工妹家打探虚实 看到502在搬家 听说老太太住进了养老院 藤井登陆自己以前的社交网站 打算删除诅咒网红医生的那些留言 屏幕上却出现一堆杀人犯的字样 其他不能参加的居民向早苗投诉 为什么我们不能参加会议 隐瞒已然不可能 随后将玩交换杀人游戏的事都说了出来 蔡奈回到家向丈夫解释道 我是怕你担心才没说出口 而且一开始也不知道会死人 丈夫愿意无条件相信妻子 晚上蔡奈偷偷溜出房间 没想到自己老婆竟和别的男人偷偷约会 而那人正是戏男 转天手肿早早离开家门 蔡奈下楼扔垃圾时 幕下给他一张从垃圾里翻出来的纸条 蔡奈怀着忐忑心情回家 老于紧随其后 主动透露自己想杀的人 是个叫极艳的明星 此人长得和自己很像 关键他绯闻黑料又多 因此我经常替他背锅 明星演员吉艳被三个黑衣人打死 画面一转二零一的福田 带着爱丽和阿世从山中离开 胖兽警官一直在暗中观察三人行踪 首种还不知道 戏男是妻子原配 首先并没有想打架的意思 其次为自己老婆这么受欢迎感到开心 老于得知明星死讯自责不已 接着拿出抽到的纸条 蔡奈告诉他纸条是我写的 你可千万不要去杀戏男 如果受到威胁随时找我商量 老于越琢磨越别扭 这一切该不会是圈套吧 从你搬来之后就开始死人 蔡奈直入正题 我和戏男还没正式离婚 所以首种要递交结婚申请的时候才会犹豫 起初觉得戏男人很好 但结婚后发生了很多事 有一件事无论如何都无法原谅 于是我们决定分开 我把离婚申请交给他办理 后来去换嫁照 才发现没提交上去 各种催促 每次都找理由敷衍了事 目前工作的地方也是他的公司 首种听后假意高兴 只为让蔡奈减轻负罪感 因为首种说谎会挠右胸 然后告诉老鱼千万不要杀我戏哥 毕竟我老不曾爱过那个男人 不过太奈还是隐瞒了木下给他的那张纸条 老鱼刚下楼 就发现一封恐吓信 中岛老公第一次出境 进门一句话也不想和妻子说 收拾好行装 刚要离开 中岛抄起台灯就砸过去 他现在就想造出了孩子 然而老公连碰都不想碰他一下 受刺激后 拉着羊子小孩就跑 幸好父母在旁边 为了彻底调查交换事件 四人希望公叔能一起合作 如果知道大家都写了谁和抽到了谁 也许就能防止命案态度发生 公叔觉得毫无意义 管理员和502夫妇已死 他俩纸条写的什么无从得知 首种觉得问题不大 即便少了两张 也能推理出线索 只要你愿意帮忙说服其他人就行 公叔直接拒绝 我以前闲事管得多 现在只想把时间花在梦想上 蔡奶回家和首种一起展开研究 如果交换杀人游戏 真是按照顺序发生的话 自己写下的人被杀后 被恐吓的人就要去杀下一个 根据猜测 福田杀了演员 打工为个杀美里夫妇 首种开始有点担心系男安危 万一他死了 自己老婆就成了嫌犯 第二天准备找系男谈谈 小伟又送他一瓶天然牛奶 首种表示感谢的同时 希望适可而止 准丈夫和前夫两人在一起 感觉很怪 首种让他赶紧办离婚手续 系男则说我才是合法丈夫 起诉你就要支付赔偿金 蔡奶也会失去工作 你们贷款买的房子也会被没收 首种抱住眼前这个男人说 我爱蔡奶的一切 也包含爱你的意思 回到公寓召开临时会议 这次一大半都没来参加 早苗说自己写的是初恋男友 抽到的是在电车上不想让座的人 小河写的是经常刁难自己的早川教授 抽到的是知田信长 余夏两人之前已经说过就不再赘述 乡城担心游戏牵连儿子也赶来参加会议 他写的是中岛老师 而抽到的却是一张白纸 会议结束 大家一起来到福田家 蔡奶想找抽中杨子和中岛的人 福田直言 我正被警方调查 没办法帮你们 因为我没有502夫妇遭杀害时候的不在场证明 出于某些原因 又不能说我当时在哪 公叔加入话剧团 为梦想而努力 回到公寓告诉小河 最好躲那个老鱼远点 他总是带着工具上电梯 并且电梯电路板有被撬动过的痕迹 蔡奶早苗已在门口 原来他主修数学专业 经过一顿计算 每个人都有嫌疑 包括没参加游戏的左眼 另一边中岛收到丈夫短讯 让他把高尔夫球装备寄到公司 原来中岛老公和你秘书有一腿 502的门被缓缓打开 并非阿飘 而是新管理员彭田正在例行检查 警方带走中岛老公居民 只要有事发生必然有目下 顺手还拍了一张西村照片 蔡奶夫妇找写下中岛名字的乡城问话 手种希望尽快报警 这样才能保护家人和你孩子 乡城认可这个方案 与此同时 贾本和寿警官登门 贾本让寿警官秘密调查此案 福田找到养女爱丽亲生父亲 想让他参加女儿和阿世的婚礼 不过他爹有案底不敢露面 并且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个闺女 而爱丽之所以想见亲生父亲 是想干掉他替母亲报仇 警方把中岛之死初步判定为情杀 中岛遇害时 俊明正在情妇家里 所以很可能是两人合伙作案 游记高尔夫球装的是个20来岁的年轻人 寄送之前快递单已经填好 公寓里只有阿世和江藤符合特征 老于实在害怕求助福田 福田发现他收到的恐吓信 和自己的笔记一样 正常来说应该是两个人威胁我们 自己应该不同彩队 小和发现新线索 目前还不知道公书小伟和管理员写了谁的名字 知道名字却不知道是谁写的占了一大坝 就是说我们之中有很多人在说谎 并且不能确定所有纸条都被交换过 因为有可能自己抽到自己写的 通过计算有37%的可能 现在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香城身上 因为他抽中的是空白纸条 只要他不杀人游戏就会结束 小和不以为然 也许游戏和杀人顺序根本没关系 如果管理员不是自杀的话 这不就说明还没有轮到凶手 就开始杀人了吗 手种为了保护戏哥当了贴身保镖 就算混蛋也有活着的权利不是吗 此时此地老鱼也开始跟踪戏男 自那之后平静了很久 因为公寓杀人事件 杨子儿子被同学孤立 目下一如既往翻的垃圾 新管理员彭田对他一见钟情 老鱼家人又收到威胁 忍不住想动手又没勇气 远处的小伟等着手种落单 之后追上去质问 不要说你从没把我当成女朋友 手种满脸疑惑 我已结婚 非常爱自己妻子 老鱼把收到的威胁照片给福田看 福田为了以防万一写名字时 留了一手 所以大概知道 谁抽中了那张纸条 现在就去确认下 是不是这个人杀没礼 爱丽见到亲爹 直接拔刀相向 福田知道他的计划上前挡刀 为了不让爱丽留下钱喝 让他俩先走 答应以后做他亲爹 两人刚走不久 福田就被铁丝威死在厕所 老鱼得知死讯后认为 肯定和昨天他去见的人有关 手种带着妻子一起上班 小河早苗也不请自来 细男在公司仓库找东西 老鱼先碰了下他才拔刀 细男经过一顿劝说 才将局面缓解 然后非要多嘴让他逃回老家 这句话彻底让老鱼破坊 细男受伤严重 生之命不久矣 靠着最后一丝气息给蔡奈发了道歉短讯 内容为我是真的很爱你 只不过用错了方法 老鱼自言自语说了句 不是你的错杰西 然后就不省人事了 警方第一时间把蔡奈列为犯罪嫌疑人 仓库电梯由老鱼负责维护 现场监控损坏 他是个狂热电梯迷 将公寓电梯改造成不会发出提示音的那种 还给电梯取个名字叫安吉娜 看来杰西就是仓库电梯了 在场众人竟无言以对 胖警官怀疑蔡奈借了别人手机 把寻求交换杀人的内容和西南照片发到网上 发文一周后 西南报过警 明明分居多年 对方却不肯离婚 这样你就有了杀人动机 被冤枉的蔡奈差点将游戏的事说出来 受警官暗示稳住 另一边手种在小河家展开推理 如果福田的死和游戏相关 那肯定有人写了他名字 目前还不知道 小伟公叔和管理员三人到底写了谁 小河又补充了梅里和打工妹 管理员和梅里已死 能干掉福田的就只剩活着的三人 小伟出来向手种道歉 这次又送了天然精油 并在现场摩擦 警方找到发布杀人贴文的胖妹 胖妹当天在跑步 老鱼曾借过手机 蔡奈暂时洗脱嫌疑 受警官坦白只有自己在调查 至于为什么没告诉其他同事不能说 手种跪求公叔告知 写了谁和抽到了谁 公叔表扬了他热情 但努力方向需要改变 最后还是告诉手种 写的是钱顾下假野贵文 也就是蔡奈抽到的那张 自己抽到的 则是不会给垃圾分类的人 蔡奈回家看到老公从小伟房间出来 香成搬家和杨子吵了一架 腾锦承认在打工妹阳台放过菜刀 反正你入侵了我电脑就算扯平 但打工妹日语都说不好 不可能干这种事 小河晚上出门遭人跟踪 四日手种继续推理 当时香成抽到白纸 没人指责违规很奇怪 因此他可能在说谎 现在不知道纸条写什么的 只有管理员和小伟 不知道被谁抽到的 还剩福田和管理员 那么管理员和小伟写的名字 不是福田就是管理员 但管理员不太可能写自己名字 所以小伟才是写下管理员名字的人 而管理员则写了福田 这样一来 谁写了谁就一目了然 接下来小河要解释 为什么会抽到治田信长 扫描桶里 因为没人写过他俩抽到的人物或事物 再加上香成和公书 四人成为杀害福田最大嫌疑人 上述解释存在漏洞 福田遇害现场发现一丝凶犯脚印 虽然他是黑道成员 但人并不坏 顶多偷点蔬菜水果什么的 公书斥巨资 租了一间办公室 只要小伙伴们愿意参加就行 因为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 蔡大夫亲来银行找贾野贵文 然后此人就死在了两人面前 手中本来想提醒贾野 却突然死在街上 为了保护妻子 没向警方透露游戏相关信息 甚至怀疑贾野的死和交换杀人游戏无关 按照正常顺序老鱼应该威胁蔡奈 但他在医院昏迷不醒 这明显已经超出游戏规则 如果贾野是被其他原因所杀 那就和共享过信息的三人息息相关 蔡奈为了保护老公决定搬家 公书得知部下遇难一脸惊恶 本想当面对峙 就在暗门灵时想起某件事 于是选择放弃 正好碰到小伟从一直都没人住的303出来 想和下课遇到去超市的早苗 两人寒暄几句 都不想让小伟知道 这么晚还在外面晃悠 他肯定怀疑我们是凶手 蔡奈夫妇找寿警官商量案情 他负责调查公寓 竟不知道贾本太太早苗是谁 首总觉得寿警官不是想隐瞒真相 就是要逃根问点 但无论哪一种都意味着早苗杀过人 昨夜回家时看到彭田按自家门铃 然后将受伤的右手藏到身后 虽然502的梅利已经死亡 但投诉还是要完成 公输去参加布下葬礼 却被怀疑是凶手 原来公输之前提醒过贾野注意安全 然后贾野又和其他同事说 有人要杀自己 所以宾客全都用异样的眼光 看着被冤枉的公输 首总在搬家前继续展开调查 杨子一家练起了防身术 藤井说谎没有威胁过别人 打工妹已不会日语为由拒绝交流 小伟不想透露纸条任何信息 不过首总愿意抱自己的话可以考虑 还没等答应主动扑了上去 不过看了一眼 蔡奈又突然反悔 蔡奈听到小伟挂防盗链的声音 想起公寓住户都在门口装了监控 邻居互相拜访都会先解开防盗链再开门 但小伟每次开门都一直不肯解开 除他以外早苗也有这习惯 警方对艾莉和阿世进行问询 胖警官想知道明星演员和502夫妇遇害时他俩在做什么 阿世说演员死亡当天在果园偷水果 而梅里夫妇被杀当晚则在打架 艾莉一直想干掉他亲生父亲 我们就在山里把一个人打个半死 打完后才发现被打对象不是艾莉亲爹 然后就让福田帮忙办理住院手续并请求保密 这样看来两起案件都和一家三口无关 到了开住户会议的时间 之前没参加的人也全都加入进来 大家出乎意料的冷静 用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胡说八道 福田黑道出身杀人很正常 梅里和婆婆感情不合互相伤害 管理员连警察都说是自杀根本没必要讨论 这个说法得到大多数人认可 腾景提醒早苗趁此机会宣布游戏结束 此刻彭田发现前管理员给西村的道歉礼物 西村收到垫子后一言不发当即离开 散会后木下和蔡奈交换情报 木下当选清洁负责人当天 在管理员垃圾袋里发现张纸条 内容为早苗太太不会款就把照片曝光 看来两人存在着某种秘密纠纷 蔡奈则告诉木下写302纸条 那人不在交换杀人游戏中 游戏开始前还有一轮清洁负责人投票 这张纸条就是在那时写下的 同时揭穿木下是在管理员死后 第二天才负责的清理工作 也就是说他没当选前就翻过住户垃圾 蔡奈离开后木下关闭录音笔 手中模拟杀害502的凶手逃跑路线 当时接到早苗电话赶过去 花了好几分钟 虽然开着窗 但这里是五楼 凶手逃跑最佳路线是楼梯 如果是公寓住户可以从正门离开 外面有两条路可选 一条经过便利店有监控 所以应该走的是反方向 在停车场附近发现很多烟头 可以看到公寓全景 再如果凶手想干扰目击者 就一定找机会换装 旁边正好有个厕所 然后就看到寿警官在暴打甲本 甲本表示在帮自己行酒 但身上并没酒玩 顺便请他帮忙把自己送回家 乘电梯到达四楼后坚持不让再送 手中为了解开谜团紧跟着冲入家门 两口子目瞪口呆 然后就被轰走 心疲惯了 心疲惯了 你很诚佛 你不认输人 你真的很幸福 我快要不认输人 你是游戏 你不认输人 你不认识 你Не拒绝了 我去 你能不能 你没有人 你想必有 密室里小和用脚让手肿开口说话 一旁的男孩竟是早苗儿子小总 房间做了隔音怎么喊都没用 那天小和晚上去便利店 发现小总拿着手电照相自己 然后就被请回家电晕 也不知道他怎么到了阳台 小总希望两人不要责怪老妈 我以前经常被同学欺负 没过多久便搬进了这个公寓 之所以被囚禁 是因为老妈在其他妈妈群组也受了欺负 蔡奈接到健身房电话 丈夫没来上班 先去四楼找早苗问问情况 这次竟没上防盗链 早苗听后愿意帮忙寻找 出门后反复确认门锁 这样蔡奈愈发对他产生怀疑 然后来到老公所在警局报案 但路口供却在外面 出来后骗早苗去健身房 再迅速折返回公寓 不过人家也不傻 紧随其后 公书剧团开始举办公演 向曾经的部下推销门票 但阴甲野事件部下对他的态度有些疏远 公书发誓要让凶手付出代价 晚上求助寿警官 寿警官并没有收到报案申请 蔡奈推测 丈夫已发现凶手才被失踪 通过分析 藤井和早苗最有嫌疑 没准早苗纸条上 写的初恋情人是在说谎 他写的应该是管理员的名字 管理员死后 早苗受到威胁 杀死了网红医生 网红医生死在荒郊野外 而抛尸必然用到交通工具 公寓里有车的人只有福田和早苗 于是准备下楼看一眼他的车 下楼后那辆车果然没在 早苗夫妇准备把小河手中分尸 由于人手不够 只能打电话摇人帮忙 蔡奈回到四楼 问藤井被谁威胁过 只要拿出威胁信 对比早苗笔记 就能知道答案 藤井又不傻 交出去自己干的坏事 不就暴露了吗 然后将蔡奈赶走 销毁所有威胁信 密室中的小总愿意协助逃跑 找工具时发现一颗人头 早苗夫妇叫来的帮手 竟是寿警官 这小子两年前卖过情报 把柄攥在甲板手里 而寿警官通过车牌识别系统 查到他俩杀了网红医生 为了不流血迹 将小和搬到303 原来管理室的万能钥匙 是甲板偷走的 蔡奈趁此空挡解救丈夫 还没等解开手铐 早苗又拿着搅拌机展开追杀 告诉蔡奈帮自己倒车那天 网红医生的人头就在车上 俩女人一路追打到公寓门口 手种感到被甲板扑到 早苗居然妄想用搅拌机催眠在场所有人 目下用手机录下全部过程 小总让老妈放人 否则就跳下去 早苗还没完全失去理性 听从了鉴语 没想到小总不慎失足 好在手种是个健身教练 将孩子接住 等醒过来仪式几天后 早苗因杀人未遂被逮捕 坚称没杀过网红医生 手种出院当天 决定向蔡奈求婚 还让小河全程记录这份美好 手种参加完蔡奈葬礼 立即追查凶手 打开蔡奈电脑 里面满满都是回忆 电脑里还有一封遗书 里面提到很多私房话 继续下拉盘出一堆警告 点开链接 竟然是凶手留下的视频 凶手让他选长颈鹿还是大象 蔡奈过着选长颈鹿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红医生的脑袋 在早苗家被发现 公寓被各路记者包围 藤井为了不让自己暴露 装出一副完全不知情的样子 甲本链对询问保持坚默 不忘暗示受警官还有利用价值 蔡奈斯因为绿化甲中毒 电脑资料也被清空 手种深知警察无能决定独自找凶手 杨子为了保护家人每天训练 小伟这次居然送手种半瓶眼泪 号称瓶子里承载着一个人的悲伤 早苗被捕需要一位新会长 按照顺序应该是相承当选 不过他已搬家 西村主动请命 我明天要扩大生意 趁现在有时间加个班 西村希望大家对案情闭口不谈 和谐才是上策 这个提议遭手种强烈反对 彭田带来新住户小棠 此人是研究人工智能的研究生 小总回归公寓 对正常生活还没有完全适应 小和非常愿意和他成为朋友 负责照顾小总的姑姑 也很喜欢眼前这个姑娘 旁边黑影闪过 从鞋子来看曾跟踪过小和 手种怀疑蔡奈的死和藤井或小伟有关 一个可以轻松拿到药物 一个对蔡奈抱有敌意 为了找到实质证据 想和小棠搞好关系 请他用人工智能查出凶手 这正是技术宅最爱的环节 小棠把之前的推理输入电脑 然后挨家挨户收集信息 马上12点敲杨子家门 还没等说话直接关门送客 小棠在这几秒接触中看出 他是个有计划有常识的人 打工妹还是不太愿意交流 他朋友小黑夸赞软件不错 就被阿聪赶走 小棠观察到打工妹和阿聪穿一样的袜子 棚景问不出个所以然 小棠拍下走廊里的话 记得他胆小多疑对女性执着的评价 小伟名牌背后有许多眼睛 深夜一点又把小和叫来问话 次日小和在小棠家醒来 小棠不喜欢别人气味 让他用清洁剂清理一下 手肿做好早餐和打工妹一起出现 打工妹前段时间看过彭田 把三楼某家的钥匙给了木下 没多久太耐就遭遇不幸 彭田在手肿质问下才说是304的钥匙 于是抢过备用钥匙直冲木下家中 墙上满是案件调查简报 桌子上摆满各种犯罪书籍 还有很多不知名的药物 最后还有公寓里所有住户扔掉的垃圾 木下小姐貌似已经知道凶手是谁 先把无辜人员彭田请离 自己做的这一切只为查出真相 比起人们珍惜的东西 被丢弃的垃圾更能得出真理 所以我想请凶手自己承认 小和突然举手 就当大家以为要自首时 却指向书架有好几本木下关于垃圾的著作 原来木下真实身份是位即时作家 刚才只是虚张声势 看看大家反应而已 小和觉得木下有点变态 完全没考虑过大家感受 整体说来还是没有任何头绪 小棠不这样认为 房间里的东西就像情报宝库 答案也许就在其中 手种听后拿走木下收藏 垃圾中有杨子和502老太太的纸条 看来杨子确实写了自己名字 但被谁抽到又被谁扔掉还不清楚 另外还有小和扔过的桑档品包装袋 和昨夜带写的毛巾等等 蔡奈死后警方一直没找到他手机 通讯记录显示曾和受警官多次联系 最后一次通话打给了滕景所在医院 发现尸体时已死亡30个小时 警局让受刑警提供不在场证明 律师建议早苗说出真相 而早苗只关心儿子是否安好 江藤来养老院看望老太太 当看到管理员和小伟合唱 伤心朱丽叶时精神崩溃 手肿为方便调查借走小和写字版 小棠在房间闻到似曾相识的味道 电梯里也有 中途遇到打工妹和其他非法滞留的朋友 打工妹看到自己名字和502夫妇相连 赶紧和同伴商量对策 虽然小和一直在帮忙调查 但手肿还是让他立即说明葬礼用品由来 小和解释道 男友醉酒和陌生人打架突然去世 你刚来时见过一面 他表面像普通人其实有暴力倾向 得知他去世后舒服了很多 这就解释了为何小和之前天天受伤 手肿不能完全相信 按理说应该写存在暴力的男友 而不是一个根本不知是否存在的早川教授 小棠也认识一个特别讨厌的教授叫早川 原来俩人就读同一所学校 突如其来的缘分恰好证明小和没说谎 公叔跑步时 剧团女学员东小姐前来表白 没想到正直的公叔直接投降 这样东小姐错不及防 以前公叔觉得人要正直 现在则认为正直没法保持清白 回到家打算确认下自己是否正确 不过上电梯又再次放弃 西村开了一家校园主题餐厅 请打工妹和201的那对情侣来上班 她还有家奶茶店准备关闭 小棠让手肿把她和蔡奈的短讯 以及照片复制一份 取资料时发现小伟闯了自驾 这个举动彻底激怒手肿将她驱离 被赶出房门的小伟嘴里藏了一颗扭扣 打工妹想和藤井结盟 为表诚意双方各自坦白自身秘密 藤井通过阳台把菜刀放在了打工妹花盆里 小黑承认黑进她电脑进行恐吓 另外还飞进演员事务所电脑 从里面窃取行程 趁她落单将其杀害 这样基本就能确定藤井杀了餐馆老板 打工妹等人杀了演员 小青猜测事情肯定没这么简单 没过多久 首总回到工作岗位 第一位学员是藤井同科室护士鹰幕 小棠在学校终于还是闻了小和身上的味道 离开学校看到小总抱着一只死掉的猫咪 完全没有注意她口袋里装了铁丝 将小猫埋葬后天色已晚 正好首总下班回家问小总 我们三个被关在密室那天有没有其他人 小和也听到了另一个人的声音 小总完全没有想说的意思 警方已经查到杀害演员的凶手 另一单小棠通过以掌握的线索 分析出杀害蔡奈的是藤井 只不过目前数据有限 不能保证结果绝对准确 首总管不了那么多 直接闯进藤井家 顔が良ければ何でも許されると思ってんのか 絶対手伝わないからな 呼ぶからな 呼んでたらすぐ来ると大変だぞ 調べられても本当に大丈夫ですか 大丈夫だもん 嘘つくと語尾が可愛くなるんですね 打工妹看到有人报警 赶紧让男友跑路 两位外国人一口同声 全都说自己讨厌那个演员才杀的人 首总将交换杀人游戏的事 全盘告诉胖警官 不过胖警官并没有报告上级 小棠觉得首总太冲动 首总则认为 每次冲动过后 案件都有新进展 小棠继续问 当时被套住头和之前被蒙眼 有没有想起之前听到的声音 首总表示想不起来 502又搬来一位新住户男叔 以前公寓每年都会在夏日记上卖东西 现在肯定没人敢来 江鹏提议 不如干脆弄个鬼屋算了 小伟觉得可行 反正杀人犯就在我们之中 男叔第一次参加会议 没把自己当外人 为了拉近关系 主动问大家名字 现在需要更多小伟的情报 已知早瞄再说谎 垃圾中的纸条需要验证指纹 没理抽了谁还不清楚 公叔小和也有可能在说谎 小棠不喜欢别人身上的味道 唯独喜欢小和的 首总直言 我也很喜欢菜类的味道 估计你是喜欢上小和才会这样 但因不想触景生情 首总一直没打开过衣柜 回去后刚要打开 公叔就让他来看演出 结束后想要监控录像 却说什么都没拍到 警方调查了打工妹房间 虽然打工妹号称不认识那两个外国人 但房间里有四张床明显在说谎 认定打工妹有杀害演员的嫌疑 不过案发当天他去面试有不在场证明 胖警官打算从藤井下手 藤井表示家里的药是帮打工妹买的 外国人只是替他拿药而已 他们杀人的事完全不知情 寿警官找到包网红医生脑袋的毛巾 那里可有你的指纹 藤井一看瞒不住刚要交代 被警察同时打断 竟然找到藤井不在场证明 而宝苗直接承认杀害网红医生 更奇怪的是护士鹰幕身体素质超强 普通人做三组推局已经筋疲力尽 鹰幕做十二组一点事没有 此人在手肿面前清爽开朗 回到医院却是个母夜叉 原来是他偷改了出勤记录 并且威胁藤井把杀害餐馆老板经过说出来 小空和老妈一起逛超市 小总给了他一张纸条 手总去医院探望老鱼 住户201小情侣也在 阿世不解 明明福田死得那么痛苦 却面带微笑 这句话瞬间让手总清醒 太奈也是这样 美里夫妇更是如此 急匆匆跑回公寓 带着小唐一起去502 蓝叔除了生活用品外 就只有几台摄像机 连擦不掉的血都不在乎 即便如此 还不忘打听老太太情况 手总撒谎说不认识 扭头就去了养老院 江藤嘱咐他 千万别提起案发当晚 差点忘了说江藤和老太太 有亲戚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刚才的片段来看 演员确实不是打工妹所杀 而是鹰幕和外国人所为 好不容易醒过来的老鱼 居然失忆了 把自己当成18岁的演员 画面三人一起乘电梯去开会 小伟看了两人互动 兴奋到流鼻血 西村在会议上确定夏日记细节 杨子不想让中导老公俊明参加 蓝叔只对杀人细节感兴趣 公叔刚要发火看了眼小和 瞬间变脸龟缩 这一举动被多人察觉 然后聊起 怎么种植有机玉米这个话题 小伟说不能使用绿化钾肥料 菜奈死因正是绿化钾 首种刚要追问 被对方冷淡拒绝 蓝叔对这种药物很了解 正要说到重点 被杨子打断 问小唐那个电脑在做什么 小伟主动帮小唐解了围 首种当在大家面 公布写着杨子姓名的纸条 除了发现人目下纸门外 上面还有六个人的 小伟认为抽到纸条的是管理员 杨子老早就写了自己名字 但一直没人承认 这就说明抽到的人已死 蓝叔特别郁闷 感觉住户全是怪胎 早苗承认往藤井洗衣机放过人头 不过被胖警官推翻 证词与证据不符 夫妻二人不可能作案 这样一来 嫌疑人就只剩他儿子 早苗当场发疯 更加验证警方推克 小唐数据愈发完善 目前结果显示 同一人作案可能性很高 而且跟交换杀人游戏关联不大 此人以杀人为乐 虽然不能断定小总就是凶手 但可能性很高 杀人犯常常在犯案前虐待动物 手中也觉得一点重重 明明戴着手铐却跑到阳台 装人头的保温箱也没上锁 不过太奈被杀时 他在少年福利院拥有完美不在场证明 小和是个大胃王 吃这么多是因为血糖低 校内跟踪男露出猥琐笑容 阴怒报复性断链肌肉 吐槽医院有个优柔寡断的男人 讨厌到想杀他 如果不这样发泄 真的会动手 胖兽警官找湘城调查 小总和自己儿子越来越熟悉 兽警官怕被认出来 暂时离开 中导老师遇害时 湘城正在主持节目 有不在场证明 之后也没有收到恐吓信 小总请胖警官给老妈带个话 老鱼记忆还是没有好转 照顾他的护士 恰好也照顾过手种 此刻老鱼正在偷听两人谈话 房间隔音很好一句没听到 是不是假装失忆 我们先打个问号 沐夏跟着左野来到肉类加工厂 中途被彭田劝阻 公叔和东小姐偷发信息时 收到一个盒子 里面是假野带写的名牌 然后第一时间删除门口监控 妻子一把夺过手机 发现出轨秘密 手种忍不住打开菜类衣柜 之前被打翻的拼图已经拼好 不过并没发现有个地方颜色不对 终于到了夏日季 杀人公寓烤玉米 没人敢住足 小总带着小公一起去玩耍 胖警官带话给早苗 当听到做实验三个字后 情绪彻底崩溃 甲本让警方全体出动抓儿子 小总并没有被同学欺负 而是想杀死同学 推同学前拿小鸡做实验 昆虫和流氓猫也是目标 为了封印变态儿子 只能囚禁起来 没想到被管理员发现 以此敲诈勒索 走投无路的早苗 在游戏中写了管理员名字 等管理员死后 抽到网红医生再干掉 为了拉更多人入坑 在威胁腾警 同时为了迷惑警方 偷偷把网红医生的头带回密室 万万没想到儿子一点不害怕 还把人头放到腾经洗衣机里 乡承发现小空没按约定时间回来 大家赶紧分头寻找 另一边小总掐住小空脖子 关键时刻手种顺利救下孩子 警察感到逮捕小总顺便告诉大家 小和没被电车撞到 但跌落站台伤及头部处于婚礼状态 甲本主动供出受警官性命受贿 胖警官劝他留下五点钱主动辞职 手种突然响起在逆势里的那个声音 几乎可以确定受警官当时就在房间 小棠坐立不安 看来真喜欢上了小和 小总没做任何狡辩 只说了每种动物死前 瞳孔放大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好奇人在死亡的时候会怎样 想上厕所 父母就会解开手铐 并不是毫无自由 期间通过万能钥匙 将网红医生脑袋放进洗衣机 为了威胁藤警继续杀人 再让老妈展开威胁 手种告诉小棠 受警官就是早苗夫妇帮凶 小棠认为他们之间肯定还有秘密 所以必须在关键时刻 让受警官没有退路才会说实话 就如以上所说 甲本只检举了受警官受贿泄一事 调查结束 向胖警官深深拘了一躬 胖警官看老搭档态度如此端正 决定帮他一把 小总事件印证电脑推测足够靠谱 但还不能确定他是这几起案件的凶手 因为蔡奈遇害时 小总有完美不在场证明 继续更新数据得出结果 杀害蔡奈502夫妇 福田中岛的凶手 很可能是同一人 最大嫌疑人锁定为西村 手种急性的跑去质问 管理员死的时候你在哪 因为之前给管理员送钥匙 听到过他甩钥匙的声音 西村说去找管理员要麻将店 但当时他刚好不在 因为管理员不小心用烟套的洞 所以重新买了个新的赔给自己 小唐追问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杀人游戏 西村表示 木下等人告诉自己的 寿警官虽然被停止 但还是找刺杀未遂的早苗打探消息 早苗承认吃了梅里蛋糕上的巧克力名牌 和写下管理员名字 临时会议上难书爆发 公寓里接连出现事故 你们怎能如此淡定 忍不住公布了真实身份 原来是个试探凶宅的搞笑国主来这里蹭热点 反正你们也找不到凶手 不如跟我拍视频吧 气得手种想要揍他 没想到被轻松拿捏 小唐唯唯让手种低调形式 帮他安装了智能菜奈 虽然只会简单几个句子 但依然愿意反复对话 手种不停地给寿警官打电话 对方就是不接 幕下又开始鼓刀信箱 小唯每天都来医院照顾小河 小唐心里清楚 这人别有用心让他赶紧离开 小唯则拿出微话饼分享 一看不为所动便独自啃了起来 碎屑弄得到处都是 荧幕一边锻炼一边科普药物知识 境外注射绿化钾需要两个小时 太快会造成心脏衰竭 胖警官解析监控发现几个杀害假野的嫌疑人 身高都在170厘米左右 公输则接近1米8 离开前故意握手下的公输直接往回缩 具名老婆中导尸体一直没找到 警察在家中发现一些其他住户指纹 是之前吵架留下来的 深夜男叔穿着保安制服站在小河病房外 手肿终于联系到寿警官 两人约定明晚相见 次日公输一宿没回家 老于出院后疯狂亲吻电梯老婆 尴尬的是被藤锦全程目睹 当场就被揭穿是假诗意 两兄弟似乎有结盟的想法 小唐鼓起勇气当着小河父母面表白 小河笑着明示稳住 手肿继续来养老院找线索 老太太把他当成眉里给他钱包去买饮料 钱包里竟是写着中导老师的纸条 昨夜带着保温箱从肉类加工厂回家 工作人员似乎发现什么异常 原来少了一只腿的中导老师和猪肉挂在一起 寿警官打来电话希望和手肿尽早碰面 已经知道杀死蔡奈的凶手 受刑警遭折磨质子 手机被凶犯拿走 公园监控只能看出是个男人 俊林认领妻子尸体后发现同样面带微笑 公叔老婆一直在打听丈夫下落 回到公寓手中看到男叔在暗中观察 被发现扭头就跑 等大家全部离开 沐夏拿走之前偷偷藏的录音笛 胖警官在寿警官上衣发现一把小刀 经鉴定正式杀害502夫妇的凶器 他来是想栽赃陷害又或者是向警方挑衅 另外又发现了26.5厘米的鞋印与福田遇害现场一致 手肿得告诉胖警官两件事 但不知道说了什么 沐夏看不左也出现在肉类加工厂 本打算去他家找线索却被回家的男叔打断 男叔对中导之死非常关心 特地买了报纸做成简报 房间里满满都是各时期的案件资料 西村想和201小情侣聊聊福田的事 小唐说起小和出事当天 早川教授让小和过去一趟 因为早川接到神秘电话说小和会杀他 手肿已经拜托胖警官 调查小和男友和他打架的人 与此同时有人按门铃 拍到的画面和藤井家一样模糊 打开门一看竟真是木下 他特别讨厌在别人家留下影像 所以按门铃时会摇头晃脑 这次来是想告诉手种西村去餐厅前就已经知道游戏的事 顺便要回自己收藏的垃圾 作为交换会找到对大家都有利的信息 小和男友死于5月2日凌晨4点 发现尸体前一晚有人在附近听到类似打架声 至今没找到凶手 警方从肉类加工厂监控发现了昨夜 他是名冰雕艺术家经常来拿冰块 案发后下落不明 小和出院后第一次和小和约会 猥琐男不离不弃 他叫内山是小和的高中同学 尾行多年从不商人 诧异的是之前小和交别的男友他还表示过祝贺 属于甩掉无敌般的藤在 小伟找小唐呼唤昵称 小唐二话不说直接轰走 回头再看监控一脸死相 公叔想要假野挂在胸前的名牌 家属也不知道在哪 临走时给公叔一份祭奠回礼 可当时公叔什么都没送呢 这说明有人帮他送过礼金 手中想到福田生前和老鱼关系要好 便来打听虚实 不过老鱼全程装傻 本人走后老鱼又来找藤锦商量对策 没想到护士樱目也在 然后说起福田在纸条上把字写得非常小 怀疑抽到纸条那人就是凶手 樱目来的兴致 依俩说出来正好可以洗脱嫌疑 小唐正准备要亲热不小心碰到咖啡 打扫时发现家里被人装了窃听器 内衫头上戴的很可能就是接收装置 这样一来之前的推理内容很可能被监听 而他脸上的微笑和死者特征也很像 查到地址后第一时间赶往内衫住处 胖警官抓到夺野但保温箱里什么都没有 听工人说不久前来的奇怪临时工 一直在冷酷拍照 这人就是内衫 小河独自在家听到有门铃声 然后拿起球棒小心翼翼来到室外 小伟故意从楼上往下丢东西砸小河 另一边三人同时来到内衫家 这小子竟然设下开门陷阱 只要有人开门独标就会发射 内衫预感会有人登门提前设置好机关 电脑会自动播放录好的视频 梅里和我在同一家店打工 混手后得知他很讨厌那个老太太 于是躲在衣橱里干掉了那对夫妻 后来听说在玩杀人游戏 正好利用这次机会多杀几个 第二起案件扮演快递小哥用绳子勒死中道 切完一条腿后嫌麻烦直接寄了出去 第三起福田勉强用体丝弹掉 第四起众目睽睽搞刺杀 现场居然没人发现感觉很神奇 第五起蔡奈具体原因没有说明 后半段视频被藏在某个地方 最后就是兽警官 他第一个查到自己还把线索给了某人 不管怎么折磨都不愿意开口 算是遇害者中最强的一位 内衫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对小河的爱 认为小河理想中的男人应该是个杀人狂 当他交第一任男友时觉得自己不够资格 就当我已经成长起来却喜欢上小唐 为了报复小河将他跪下站台 可看到病床上的女人意识到死的应该是自己 小唐奇怪 内衫为什么要杀梅里夫妇 小河心中理想的男人又是什么样的人 首种刚才看到男叔逃跑 立刻到他家对质 男叔并不知道内衫已死 之前小河掉下站台以为后续还有什么事发生 便来医院找视频素材 首种想起内衫说了所有遇害者细节 唯独没说菜奈的总感觉那段视频有问题 警方在飞镖上剪出毒物 其他作案凶器证据全部吻合 死者微笑是因为吸过笑气 首种又收到受警官寄来的笔记 里面记录了所有案件信息 胖警官告诉他贾本全部招供 确定受警官参与过绑架 首种认为这么多事件肯定不止内衫一个凶手 但唯一有可能是共犯的小河全程都有不在场证明 江藤让大家高兴起来 阿世对福田的死一直耿耿于怀 小唐将受警官遇害资料输入电脑后 西村是凶手的可能性降低到5% 心理变态会有特定作案模式 比如这次微笑杀人事件 反过来想内衫也有可能只参与了假野和推小河 小伟一直送东西多少也有点变态 男叔貌似请了私家侦探调查小河与公叔 5年前女儿帽子被吹到树上 一位擅长爬树的摩托男帮忙拿了下来 从半张脸来看很像公叔 首种等人同样觉得公叔有所隐瞒 于是让小河出马打探消息 收拾衣柜发现太难衣服少个扣子 樱幕来健身房字数越来越少 看公叔舞台剧的还是几位老住户在家的男叔 拍妻子单挑小三占据上风 小唐直接问公叔到底是抽到了杨子还是早川教授 从表情来看不认识早川 公叔坚持说抽到了不进行垃圾分类的人 首种回公寓看到樱幕说来找男朋友藤井 藤井分析如果那山真是凶手的话 那么福田说的那人反而洗脱了嫌疑 并且还正大光明参加了会议 樱幕提议找那人套话 小伟突然主动告知小唐在那线索 公叔考虑半天决定回家向妻子认错 不料男叔拿刀出现在家中 首种纳闷曾经怎么突然成了樱幕男友 而樱幕又出现在自己工作的健身房 此时胖警官打来电话说 受警官遇害当天内山和男叔见过面 原来男叔和公叔妻子是老乡正在做高枝馅料理 由于没有算让公叔老婆帮忙去家里拿 正好碰到首种找左影 就这样首种混入男叔家发现一则小女孩尸体被发现的新闻 另一边男叔逼问公叔是不是杀过人 同一时间小唐喝下花茶后 小伟告诉他杀死蔡奈的凶手是小和 公叔刚要解释被手种打断 五年前男叔女儿尸体在农户家被发现 台风天很少有人出门也没有目击证人 公叔一听这不是碎香妹起安检吗 男叔刚要动手被公叔妻子打脸 案发当天我家老公一直在银行上班 整天都在指挥救人还被表彰过 公叔确实帮小碎香摘过帽子 只不过看了报道后印象更加深刻仅此而已 男叔女儿同样带着微笑遇害 多年来为了调查相似案件故意伪装身份进入兄宅 当年负责女儿案件的警官虽然已经退休 但还在帮忙和内山见面是为了调查 同为高知县的小河 在医院问过他父母五年前的事 小河父母很清楚记得台风当天老是来家里帮女儿补课 五年前也威胁过为所难 但当时他在广岛读高中不可能在高知县搞事 首种提议和做共享信息 首龙小河来找小棠正好看到小伟穿着小棠衣服 也是很大方的让两人进来 小棠跌跌撞撞爬爬起来打翻杂物盒 其中就有他从蔡奈衣服摘下来的扣子 小伟超级紧张去捡地上的东西 其中那把钥匙应该是303房间的 老鱼不管怎么被逼迫就是不承认自己没失忆 路过的左野竟然第一次坐了电梯 首种将内山视频音量开到最大 终于发现只有墨田区才会播放的钟声 恰巧公寓也能听到 胖警官告诉首种蔡奈死前最后一通电话 打给了藤井所在医院 首种找上门藤井就假装不在 櫻木直言想干掉他随时告诉我 首种问小棠如果视频在公寓里拍摄 最可能在哪个房间 小棠觉得空房间303还有小和的202 健身客向櫻木打听 太奈向医院打电话的是 櫻木让他去茶街打记录即可 公叔感谢归正与东小姐和平分手 首种下班听到小棠去了小伟房间 小和又来查岗 只能帮好兄弟蒙混过关 放下电话发现拼图有一块颜色不对 小棠主动接近小伟发现重要线索 他家窗帘和内山视频中的完全一样 打工妹去办公室看到西村正在翻看管理人日志 首种问左也带写的毛巾怎么回事 左也说用钻头雕刻不小心弄伤的手 此时老鱼风味一样拉着左也不放 因为左也经常带着内脏弄脏宝贝电梯 然后老鱼失忆就被揭穿 目下偷偷潜入左也房间 进门就发现两个破损玩具 再深入就是各种工具和肉块 房间里竟然还有一条鳄鱼你敢信 原来左也帮朋友寄养了只鳄鱼 为了省钱去肉类工厂寸点碎肉 有时给的太多还要整箱买掉 之所以爬楼梯是被老鱼禁止乘坐 出现过的女子应该是不想照顾鳄鱼 就这样左也杀人嫌疑被洗青 胖警官刚发现内山视频被人篡改 公叔就投案自首 电脑分析有89%的可能小和就是微笑杀手 鹰幕正要伪装现场被路人看到 老鱼捡回一条命被送往别的医院 房门外小伟向小和喷射绿色漱口水 竟是为了保护小棠 看到分析结果后小和一脸问号 首种这样说道 只要能破案我可以怀疑任何人 首先你是游戏参与者 其次又是高知县和内山是同学 小棠为了保护女友极力袒护 警方确认当时给早川教授打电话的 就是内山 但几个月以来早川并没有遇到过威胁 也许小和写的根本就不是早川 而是他暴力男友阿阳 公叔承认监控拍到阿阳对小和施暴 在正义感驱使下很好心劝导 但对方毫无悔意 于是拿起石头不小心将其杀害 之后就成了宅男不愿出门 随着时间推移没有报道此事 他还敢走出家门 在之后把以前想做又没做过的事都做了一遍 南叔说到退休警官寄来的资料 小伟是个孤儿 十岁前也生活在高智县 虽然女儿死的时候他已搬到东京 但此人熟悉绿化甲依然有发案的可能 老于告知警察櫻木要杀自己 没想到櫻木直接承认所有罪行 顺便替藤井被锅杀了餐馆老板 之前櫻木送喝醉的藤井回家 外国人得知藤井威胁过打工妹前来谈判 櫻木为了这个软蛋 愿意帮他们干掉演员还债 就这样藤井于小护士忠诚眷属 手肿在303发现了福田写的纸条 正好小伟回家展开对峙 小伟却说很明显是小河放的 你来住院时我每天都来探望找机会独处 可蔡奈就是不肯离开 当时见过小河被身站在病房外 没有打算探望的意思 自从参加完游戏身上的伤突然都好了 人也开网感觉很奇怪 小唐主观认为认错人 首种让他解释为什么偷蔡奈扣子 小伟表示当某个男人对自己感兴趣 就会留下一个纪念品 扣子仅仅是冰山一角 家中战利品多到难以想象 303只是前男友留下的钥匙 窗帘更是某某专卖电估品 首种脑龙量激进极限 问他在纸条上写了谁 小伟却说根本没参加过什么游戏 当时在纸条上什么都没写 抽到的直接扔进垃圾桶 正好被木下捡到 这样一来 杨子抽的吉村可信度就非常高 那么写吉村的人就变成了管理员 其他人写的名字都已明确 那么小河抽的知田信长和公输抽的就是在说谎 因为根本没人写过这两张 小唐告诉小河最近不要见面以免产生嫌疑 回去就把收集到的信息输入电脑 首种想起拼图有一块颜色不对 里面有张纸条一眼认出 就是蔡奈笔记 木下说这是墨田区月刊星座信任日的一角 然后咨询胖警官及其案件发生时间 其中502夫妇中导和福田遇害时间 刚好合标记的数字一样都在5月份 就是说微笑杀人狂 总是挑本月的信任日动手 旁边的数字应该是蔡奈下月的推理 现在只需要找到5月和6月份的杂志 就能知道这些日期 转天胖警官告诉首种两件事 其一内山视频中的声音经过多次合成 其次不要把公书杀小河男友的是告诉小河 因为公书很在意他的看法 只要能证明公书和游戏有关 很多事就能说得通 老渔非常肯定小河抽到了福田 等拿到杂志后发现 修部手总是在白羊座幸运日当天行凶 恰巧住院信息也标注了小河是白羊座 小唐觉得这种怀疑缺乏理性 实际上首种不单单怀疑星座 小河抽的根本不是知天信长 而是502夫妇 写的更不是早川是他前男友 既然凶手落在其中 那我们就展开挑衅 然后给所有嫌疑人寄送战书 男书从退休警官那里得知 当年小河跟辅导老师疑似情侣 两年后一起出海老师死于海难 警方终于确定视频原生 手中醒来 小河就在旁边 房间挂着绿化假输液袋 小唐表示 现在的情况和蔡奈遇害是一样 小河主动求死 明显看出他俩眼神不对劲 警方已查到内山视频 就是小河的声音 小唐对小河是真爱 不管他做过什么都愿意接受 小河以为投恋爱就能摆脱杀人爱好 但交往后发现男友很糟糕 正想干掉男友游戏 就这样开始了 抱着尝试的心态 写了男友名字 没想到真被杀 接下来轮到自己要杀502夫妇 肉饼事件后 暗示梅里办一场生日派对 绝对能让婆婆下出心脏病 梅里心知肚明欣然接受 之后套住老太太 让梅里夫妇吸入笑气的杀掉他们 为了让大家互相残杀 特意换了蛋糕名牌 只能让所有人知道这是游戏的一环 打开窗户单纯是为了享受威风 等你们赶到后再偷偷溜走 抽到男友的人明明没收到威胁 却还是杀了人 为了让游戏继续进行参加了推理小组 知道乡城写了中导名字后将其杀害 等以为可以就此打住 但内山非要帮忙 原来管理员自杀前给西村和吉村同时打过电话 但只有西村一个人来楼顶 吉村作为牌友不够意思 所以才写了吉村 管理员确实抽到了自己名字 再加上身患绝症打算自杀 跳楼前大骂枣苗写了自己 这件事对西村打击很大 于是把纸条贴在公告栏吓唬枣苗 枣苗信以为真干掉了网红医生 之后小和不断寄出威胁信 这就解释了福田和老鱼收到的信 为何自己一样了 西南死鱼对电梯不敬 福田知道秘密肯定也活不了 为了把游戏继续推向正轨 又安排内山干掉假野 小棠帮小和还有一个原因 以为只要让他满意就会去自首 没想到小和想让小棠帮自己自杀 因为只要还活着就想杀更多人 一看小棠不愿意就开始挑衅手种 蔡奈查到了白羊粽秘密 还打电话确认过藤井生日 内山早已部署到位 之后让蔡奈二选一 这对夫妻只能活一个 然后掏出手机 让他亲眼看着蔡奈死在面前 手种想反抗被小棠制止 小和劝小棠干掉这个男人成为同类 小棠反问 成为同类后会不会像杀内山一样杀自己 小和表示 自从内山把我推下站台也有了负罪感 决定将所有罪行全部承担 最后视频拍摄地点就在小伟家 警察在小和家发现万能钥匙和蔡奈手机 蓝淑意外发现女儿血 手种被智能蔡奈阻止抱着小和自首 就这样杀人交换游戏落下了帷幕 手种看到幻想中的蔡奈 公叔利用探监时间演话剧 扫描承认全部罪证 希望一家人能够团聚 藤锦鹰幕各自思念着对方 老于心中只有电梯安吉娜 杨子成为公寓最大赢家 阿聪准备去自首 男叔解开心结 离开了公寓 彭田和木下小姐终成眷属 小伟喜欢上胖举官 不过被婉拒转而去调查老太太 老太太一直以来都在装傻让江藤监控公寓 之前小伟不小心弄丢头花 刚好看到美里在拉拢管理员干掉婆婆 原来小和居然是老太太老公的私生女 就问你服不服 何人死んだ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か 沢には大切な将来がある 沢